1. 打开竖墨 打开竖模 新建分离盖 打开保温杯总装配 装配 插入 分离盖 在圆点处固定 双击编辑分离盖 使用草图 选择 XZ 平面 使用参考 参考直线 使用多段线 绘制连续线 使用快速标注 标注横向尺寸 17.5 纵向尺寸 2 角度 105 纵向尺寸 2.5 横线尺寸 20.5 纵向尺寸 0.6 纵向尺寸 11 横向尺寸 23 使用圆角 绘制圆小 R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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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是否完全约束 使用刚绘制草图 使用旋转 Z轴 偏移 5 加厚0.3 辅等 10 打开分离盖 6 to 10 改尺寸 3.2 修改尺寸 4.3 使用快速标注 标注纵向尺寸 7.2 使用约数 添加两点关于外轴对称 使用多线段 绘制连续直线 使用划线修剪 绘制连续直线 添加两点关于外轴对称 标注纵向尺寸 0.15 横向尺寸 1.5 使用圆角 倒圆角R 0.4 2 1.5 使用拉伸 选择刚绘制草图 长度22 布尔减运算 使用草图 选择YZ面 选择YZ面 使用多线段 绘制连续线 使用快速标注 横向尺寸 0.5 线向尺寸 2.8 线向尺寸 2.8 角度30 角度120 使用圆角 使用圆角 半径1.5 选择刚绘制草图 使用拉伸 对称 长0.75 布尔加运算 偏移加厚0.3毫米 使用圆角 转向尺寸 2.8毫米 半径0.3 使用阵列特征 多选拉伸1 拉伸2 圆角1 圆形阵列 方向 方向选择 Z轴 竖目4 角度90 使用草图 选择F23面 绘制圆 直径1.5 5 5 标注 横线尺寸 18 5 5 5 使用草图,选择F23面,绘制圆,直径33,选择草图4, 使用拉伸,一边,长度1,方向Z轴处半轴,新建机体,使用阵列特征,选择刚绘制圆柱体,选择线性, 方向X复半轴,数目12,间距3,勾选第二方向,方向Y复半轴,数目12,间距3, 边界选择曲线,选择刚绘制草图, 使用组合,间运算,选择机体,和并体选择阵列2, 删除辅助体,插入基准面,选择XZ, 外轴角度45,使用草图,选择平面1, 绘制圆,半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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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称 长度 21 减运算 插入基准面 选择 XY 面 选择目标点 右键选择区率中心 选择圆心 Z 轴角度-45 使用草图 选择平面 2 绘制圆 半径 36.7 使用多线段 绘制直线 使用画线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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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两点关于 Y 轴对称 约束两支线相等 标注横线尺寸 3 角度 105 线向尺寸 14 绘制圆角 绘制圆角 半径 1.5 半径 1.5 半径 2 半径 3 使用扫掠 插入草图 插入机转面 选择起点 绘制圆 直径 1.1 路径选择刚绘制草图 新建七体 进入工程图 选择横向国标A3模板 选择前视图 比例 2.1 使用全偷视图 使用全偷视图 使用标准 选择肘侧图 着色 1.1 使用局部视图 使用标注 标注纵向尺寸 标注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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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注圆角 标注角度 标注 标注圆弧 标注孔 标注局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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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注注注定 标注定 标注定 标注地 工程图标注完毕 打印 设置打印选项 预览 打印 PDF打印完毕